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同志们 我还在牡丹江潜伏的时候 我爸高金柱 都没跟我们告个别 就去了郊东 当时 我爸他们为了掩护二百多个村民撤退 就带着二十个队员阻击小鬼子 小鬼子有五六十号人 他们的武器好 咱们的武器差 走吧 我爸他们就带领着战士们 占领了一个小山头 刘优伟 利用 我姐真的有问题 从个人感情上来说 我也相信他是无辜的 但是他的档案上 确实有很多疑点呀 我爸他们二十 我们采取这样的措施 是对组织负责 对革命负责 柔平啊 在组织原则面前 我们都不能犯糊涂啊 我爸是抗日英雄 现在 他就躺在焦东抗日烈士陵园里 我拜托大家伙 这往后谁要是路过那个地儿 就帮我去看看我爸 给他烧住香 献个花 烧点纸钱 也顺带吧 给我哥说说我的好话 说他妹子 还行 谢谢大家 大强姐 高定初同志没有死 活着 活在我们心里 对 对 谢谢 谢谢 我爸他没死 我爸他一直在革命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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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姐 思雨 打住 不许哭 放心 姐不会给你丢脸的 没事 等等 我给你跟伙回去 好 这就不是我的档案 你能确定 我当然确定了 我都看了多少回来值得不一样 而且我从我母丹家 把她带回来的时候 就一直在我那个包袱里 窝来挤去的 哪能有这么平宅啊 那你觉得 是谁给你调的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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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匣子 你别这样 干吗 有话直说 副主长 我知道大侠跟你关系好 那他也不能这样欺负我呀 就算我们旧警察不受待见 那也得给他一条活路吧 你少跟我扯犊子 你往我高大侠脑袋上扣屎盆的 那个精神套哪儿去了你 你说什么呢我都听不明白 你就说吧 我高大侠的档案 是不是你给造的假 是什么大 造的假的 你少跟我装 你整天想的坑我 不是你是谁 你 副主长 你可得给我做个主 撑撑腰吧 他说 大侠我都不知道在哪儿 我怎么造假的 高大侠你不这么 这么诬陷我呀你 老方 你平常喜欢吃这个 那啥不是 那谁 老万就是咱们 局才来那瘸子 你猜瘸子 对不起 我不应该这么说人家 就是那个万德福 他拿着 说是走廊碰上的让我尝尝 这万德福给他 这万德福给他 好了 大侠 我们先走吧 来 你讲 这件事情我敢肯定 就是你 所有的事情都是你搞的鬼 来 你看看你们这儿现在都成什么样了 大侠 我理解你 但还是那句话 找证据 我知道了 别着急 啊 傅大哥 嫂子 你怎么过来了 嫂子 你看 我今天穿成这样 见李副政委行吗 李副政委让你过来的 你不是说等公安局成立以后 李副政委就要见我吗 那人家多大的官啊 我能让人家首长 天天老想着我这点事啊 再说 正好出来办事嘛 就过来看看 我是怕呀 我不上班 耽误公安局工作 那个 你们先聊哈 我先走了 我也办点事 大侠 大侠 先别管大侠 你先对我见见李副政委呗 那行 走吧 请进 李副政委 你先坐 我马上过来 李副政委 这位是刘曼丽同志 是大侠和首评的 首长好 请坐 请坐 好 来 嫂子 走 哎呀 刘曼丽同志啊 我早应该看看你啊 坐 坐 哎 首长您日理万机 能够抽出时间来见我 我 我非常地激动 我 我也特别地感谢 不不不不 我们愧对 高金珠同志 他失去了儿子 你也失去了丈夫 高大侠和高守平 也失去了哥哥 高金珠同志啊 怕你难过 一直都想保守这个秘密 可是他还是牺牲了 您看您说的 其实首太走的时候好好的 谁想到他居然 是我对不起高家 连个孩子都没给他留下 嫂子 喝点水 谢谢 喝水 喝水 你和高守太 虽然没有自己的子女 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 我们革命队伍都会有千千万万的后来人 他们都是无数牺牲了的革命前辈的后代 他们会让高金珠同志活在他们的心里 活在人民的心里 活在我们党的革命势力 革命先烈永远不会死 革命先烈的家属 我们不会忘记 首长您放心 我一定不会给组织丢脸 不光是不丢脸 还要给他争光啊 经过组织研究决定 我们希望你能来公安局工作 你读过书又有文化 我们希望你能到文秘室 做档案管理工作 我 谢谢组织 嫂子 祝贺你加入我们公安局革命大家庭 谢谢组织 我谢谢首长 好 谢谢 曼丽同志 既然我们已经是同志了 那我就向你提几点要求 您尽管提 你别说是几点 就是几十点 几百点 我都能做到 曼丽同志的觉悟还是很高啊 能成为革命者是我的光荣 好 革命是很光荣 但是每一个革命者都要经过千锤百炼 革命者要有自己的信念和理想 要有革命的大无畏精神 同时也要做好随时为革命牺牲的准备 我明白 只有经过千锤百炼 烂铁才能成好钢 好 做一名档案管理员 在日常生活中 一定要严守档的机密 首长 您放心 我最近 嫂子 你看你今天这个打扮吧 确实不太合适 要不然还是明天再来吧 别明天了 革命的任务这么多 我今天就想上班 福家庄 首编 那你带嫂子去把服装领一下 行 谢谢福大哥 以后就不能这么叫了 还是叫我 我知道 副处长 那我以后叫你刘秘书 好 方先生 这 刘小姐吗 方先生 以后别叫我刘小姐了 叫我刘秘书 我现在也在公安局上班了 对 方科长 现在刘万里同志 在文秘室做档案管理工作 恭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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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秘书 以后咱们就是同事了 没错 我们得共同进步 互相帮助 对对对对 这可是整个公安局最重要的房间 哦 里面存放着所有的重要文件 嗯 钥匙给你 啊 嫂子 哎呀 叫什么嫂子 叫 刘秘书 好 刘秘书 嗯 刘秘书 既然组织上信任你 让你做了这资料管理员 你就一定要认真对待啊 哎呀 我知道了 那个 李副政委都已经跟我说过了 纪律方面啊 我要再重申一遍啊 档案管理很重要 很多的材料啊 都涉及到机密 所以啊 这不该看的不看 不该问的不问 不该听的不听 哎呀 我知道了 当龙 作业 装瞎子 嫂子 我这跟你说正事呢 高手平同志 你又犯错误 不准叫我嫂子 刘秘书 嗯 姐 你咋还哭了 谁哭了 你那柴是不是有水啊潮的 那烟这么大 怎么迷眼睛 外边有人吃饭吗 有啊 大厨人杨白老在那喝着呢 赶紧看看去 那菜快点 花米干净谈上去 哎 不是 你看着我干啥呢 弄饭 高大侠看上去有点蔫了 这不吐了扣子吗 闹不好这活都干不上了 可不咋的 真是有点彩啊 我说啊 你别说这高大侠大字不是一个 故事说的倒挺不错的 就他说他哥哥那一段 嗯 眼泪都下来了 是 文工团还不是吃饭喝酒的地呢 行了吧你 哎 我说那个海麻线包子好了没有 一会儿就好了 那啥我跟你俩说一下啊 好好好 就是最好吧 别在后边教我大侠解释根子 你要让我听见不好 让我听见了以后就别来了 别在这吃了 啥都没有 大侠姐啊 没有 哎呦我 哎呦我俩兄弟 咸老科 对对对 吃饭喝酒主要是谁 没有最好 高大侠带回来的材料 会不会认真就是假的 我上回就说过 如果是假的 他不可能像宝贝似的护着 哎 那可不一定啊 越是假的 越不敢拿出来试人 副处长 原则要是掺杂了情感 那原则就不是原则了 我 过多的情感用事 会误导我们对正确事物的判断 等您的口条切好了 好 你放在这里腌一下啊 好嘞 明天早上吃 那个啊 姐姐姐 我今天听文工团好几个人说 说组织上要调查你 这事是真的假的 啊 调查啥调查 我这不是在你眼前站着吗 你说真的假的呀 谁再胡说八道 把舌头切下来 跟口条一起腌了 不是 咱这是文工团的食堂 那有些事你想瞒也瞒不过去啊 我瞒啥 我不用瞒 我也不想瞒 瞒多累啊 姐 这事他们要真对不起你 那就是过河拆桥 信马上驴啊 想当初你提着脑袋 跟那帮小鬼子干 咋的呀 那小鬼子打跑了 翻脸就不认人啊 若薇 你这话 只无名我们组织 你还组织 那组织都起你脖子拉屎了 还组织呢 你还替他们说话 你不要不要啊 我不是替他们说话 是你这句话说得不对 我说得怎么不对 他们组织没给你高大侠一官半职 咱也就罢了 凭啥我还要调查你啊 凭啥啊 我说想好了 大不了咱不干了 一期一期咱去开咱包子铺 文工团的人要来吃 一包子收了俩包子钱 说啥呢 我说正经事 我就 憋党 必须得替你出这口恶气 有呗 对于组织 我没有气 只要 我还是党的人 我就得革命到底 你的党都开始怀疑你了 你的党都开始调查你了 你还跟着党干 用什么劲啊 你还跟着干 党调查我 怀疑我 那也是组织的正常程序 就好比 好比孩子和爹妈 那你说爹妈 打孩子两下 就算是爹妈错了 那你个当孩子的 你还能记恨爹妈一辈子呀 姐啊 你什么标啊 你标我都不吃神了你 我不是标 我这叫心甘情愿 你不是党员 你不懂 这件事情可谓天衣无缝 小方啊 以后咱们俩就这么合作 绝地是株莲碧合 这证株莲碧合 以后还是少点吧 太吓人了 一招不慎 满盘皆输 怎么能输呢 悲观不好 你想啊小方 高大侠现在是跳进黄河 都洗不清了 以后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啊 再也不用担心高大侠使你坏了 你好像是 没有想象中的高兴啊 当初 高大侠是抗日英雄 和我没什么深仇大恨 现在 我们把一个抗日英雄 生生地冤枉成了一个 汉奸卖国贼 我心里还是不太得劲啊 你别忘了 当初是高大侠 把你当汉奸的 小方同志 在大事面前 你可不能有富人之人 当初日本人在的时候 国共合作 我们是利用他们攘外 现在没了日本人 我们就在安内 历史大事 让我们后共产党 不得不成为你死我活的仇人 现在你对高大侠的同情 随时都会成为他刺杀你的历任 别看共产党在大连有苏联人撑腰 其实也没什么可怕的 我们只不过是做了点小手脚而已 他们怎么样 不就蒙圈了吗 大姐 你不光轻视了高大侠 也轻视了共产党 这件事他们会进行调查 也许过不了多久 就会还高大侠一个清白身 高大侠是好人 那我是不是就是坏人呢 小方 你别忘了 你我是一条船上的战友 你可千万不能好赖不分 吃里扒外 我们现在已经把高大侠逼到了墙角 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他不罢休又能怎么样 以后他就想不罢休 对你也没有威胁了 什么意思 我刚接到大姨的指示 让你从公安局辞职 辞职 为什么 有个地方更需要你 大姨要把你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 哪儿啊 物资公司 那不行 这地方我不能去 物资公司可是个肥差 到了那里不愁吃不愁喝的 大姨让我去那里 不是为了吃吃喝喝吧 放火搞破坏才是目的 果然聪明 一语中递 不过大姨说了 会保证你的绝对安全 那保证得了吗 你们也不想想 高大侠本身就是放火团出身 你让我去放火 这不是官公面前耍大刀吗 不行不行 我不能辞职 别争了 这不是跟你商量的事 大姨已经下了死令 你必须辞职 就算我辞职 李云光他们 也未必能够随了大姨的心愿 这就不是你考虑的事了 那我听你这意思 共产党的事 大姨也能操纵 没有这个金刚钻 大姨也不敢揽这个瓷器活 我做梦也没有想到 能受这样一份冤枉气 天将将大任于私人也 必先苦其心智 劳其筋骨 饿其体肤 你念啥经呢 别烫着自个 没事 姐啊 就是说啥呢 一个人啊 被重用之前 你必须得先遭点罪 你现在啊 就是遇到小人了 我是遇到晚匣子了 你知道小人是谁 他这个才子的呀 不行 我现在踩他 不光证明不了我的清白 而且 把我的罪名 又给做实了 我告诉你啊 绝对不能清少了他 要他以后还得整事 他就会把你当成软柿子捏 你说得对 我看你是被高大侠吓破了蛋 他是能吃了你 还是能剁了你啊 这之前他敢破马张飞 是他有底气 现在 他自己都泥菩萨过河了 还能兴起风作气啦 大姐还是太小看高大侠了 一个男人轻视一个女人的结果 就是早晚有一天 他会让你生不如死 所以 我从来没有放松对高大侠的警惕 小方啊 我真没想到啊 你现在居然怕了一个落魄的老娘们 女人本来应该是温柔的 可是一旦变得凶残可怕 比如大姐你 小方 你这是拐妈抹角的骂大姐 那我可不敢 我只是想劝大姐能够通点人情事故 因为被情感滋润的女人 才是女人原本的女人 女人要是只沉浸在情感里 就会变得愚蠢 被男人欺骗 所以啊 在这个世界上 不光有美人妻 还要有美男妻 大姐 你什么意思 我 我可不干啊 你可真敢想 对了 忘了跟你说了 那个 高大侠的嫂子到公安局上班了 刘曼丽 是她 在文秘室做档案管理 这倒是份好差事啊 哎 姐 鸡蛋糕好了 快趁热吃 不吃了 折腾一天累呢 姐 方若鱼真够臭必要俩呢 大晚上跑来一坐牢八天 等我姐休息了 她来也是谈正事 你去睡觉吧 哎 姐 方若鱼的包落下了 好 丢三落四的 我去给她送去 别耽误她明天用 好 还是我去吧 她家住呢 不用 我正好还有别的事跟她商量 姐 这大晚上的不安全啊 干咱们这行的 黑灯下火的车去 才更安全 那我陪你去 不用 人多动静大 你就在家里老实着看门 我怕你 怕什么呀 共产党也发现不了我 黑天遮面 姐 你也太看重了她 大半夜的还化妆呢 女人化妆是尊重别人 也是尊重自己呀 也对 姐要是不化 这大半夜的 她真认不出来 出去 姐 怎么还选上酒了 方先生今天立了大功了 应该犒劳她一下 你刚才还说她丢三落四 不该犒劳啊 原谅她这一回啊 原谅她 你也不用亲自跑一趟 这大晚上的 方若鱼要是起了坏心 可怎么办呢 不如不在姐身边啊 没事 人家方先生不是那样事的人 这可不好说 是吧 姐 拿这瓶 这瓶好 瓶子底厚 瓶子底厚好 还真没听说过 当然好了 这一瓶瓶下去 保证能擦晕 这瓶 姐啊 我怕姓方的使坏 我还是不放心 唉 京西啊 你真是爱瞎操心 姐 就让我跟你去吧 我真为你愁的啊 姐 真不用我 不要再啰嗦 我就回去卸妆 我吓死你 行行行 我不去了 姐 你早点回来啊 给我回去 咱俩就是跟他叫句实话 唉 我上个厕所的功夫 你给他五花太榜上了 这不就叫我犯错误 快解开 这叫敲山正火 一会儿就松开了 有位 来 这上面写的啥 那个是不是我的名啊 想天 思想天 咱俩 啥意思啊 你们干什么 干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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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你 你说我们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不准你成天想着我姐 听你们 醒了是吧 醒了 就给我老实交代 高大姐 你要干什么 你说干什么 你 你这个疯娘们 你 你放开我 来 以前都是我捆人家 现在改成别人捆我了 真是风水轮流转啊 知道这是风水轮流转 我也就不跟你废话了 赶紧说 是怎么诬告我的 有位 记下来 是 凡事让他探个手印 我抗议 白抗 没有用 那我闭嘴 哎呀 小哈啦 非非什么给你用大型是不是 他这叫死猪不怕开水烫 说 到底怎么诬告我的 谁诬告你我不知道 可是谁诬陷我我可知道 我还诬陷你 谁 谁能诬陷你 你 说吧 什么时候把我的档案偷走的 哎呀 葛大侠 我都不知道你的档案在哪儿我怎么偷 你要是想诬陷我 你也得诬陷他贴点铺子吧 你少跟我装算啊 你还派人到我们家偷过红肠呢 你忘了 红肠 姐 你这一提红肠 我还真有点饿了 好了 你告诉我你家有没有啥吃的 滚边去 我说你这么吃你不干吗 你咽得下去吗 就这么的 你们我放开 我跟你们做点吃的 万人是不是 我跟我姐的时候才大碗呢 是你用家道啊 我自个儿去 喂 你看那大管子都烧柴火 我这是瓦子 别爆炸了 崩死你 你俩别打炸了 有完了也完了还 老实交代 派人到我们家偷红肠的事 咋回事啊 我太想了 你说我至于缠到那个地步吗 想吃红肠我自己买去 我还派人去偷 那得多高的成本呢 有那钱我能买多少红肠啊 你别给我装算你 我怎么装算了 你说那个偷红肠的 跟我没关系 再说我也不知道你们家有红肠 我都不知道你们家住哪儿 漏了吧 又漏了 漏什么了 你不是我弟和我嫂的救命恩人吗 你上哪儿救了他们啊 是不是我家 你这样瞪眼说瞎话 老姨父啊 你跟我这儿耍心眼啊 什么老姨父 我又没有老姨 是你没老姨 你自个儿就是老姨父 你真是越扯越没边儿了 你赶紧进去 赶紧给我松开吧 你 你这大半夜的 你是女的 我是男的 默不及其的 我都这么大岁数了 你 说上去我都张不开口 你当然张不开口了 你干了那么多的坏事 你跟谁说你 我真想干点什么坏事 然后被你抓住了 你是不是就能离我远点 要不这样 明天吧 我真的出去干点坏事 然后你把我给抓住 是不是算对你有个交代 行 你呀 就老老实地坐这儿呢 想 什么时候想明白 什么时候啊 你就去干坏事去吧 罗伟 走了 不是 姐 喝完蛋都下锅了 马上就出锅 咱俩一人俩 他家还有冰糖呢 要是你吃我不吃 那你别走啊 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你怎么办 你个老姨父 这点事解决不了啊 不 罗伟 走走啊你 马上出锅了 这满脸挂饭盒 你有没有点出息了 赶紧走 把死给我毙了 不是 高特侠 你也不能这样 你别走我 我这儿还绑着呢 你们走 妈呀 姐呀 喝完蛋都好了 你给它解开呗 我绑得不紧 挣扎几下就开了 大姐 嗯 装得还挺像的 你包辣我那儿辣 辣你的呢 我这儿 我这个脑子 算完了 都由高大侠给闹的 未必吧 我看你跟高大侠 查科打混 很是享受啊 不享受什么呀 我享受 这五花大榜呢 我在这儿 对了 还送了荷包蛋呢 来来来大姐 拜寿司了 来来来 喝包蛋 我不饿 你吃吧 快来吧 别客气了 来来 坐坐坐坐坐 这高大侠 还真办好事啊 来一趟 给做了个晚饭 我俩的还不收钱 我真不饿 你整好两份嘛 一人俩蛋 我还加了冰糖呢 叶大姐 漂亮啊 太漂亮了 我刚进院的时候 顺手掐了一顿 臭美一下 别别 别摘 可千万别摘啊 我跟你说 你啊 赶紧把这花拿回去 再多掐几段 你交给京夕 让她插在花瓶里 我这个花啊 见水俱精神 三天两天 都不太打蔫的 小方 你这个荷包蛋 我可不能吃啊 怎么了 你都下逐客令了 我再待下去尴尬啊 大姐 不是 大姐那个 我 我不是怕 我怕这个 它花 蔫了 你想多了 想太多了 想的不多 好叫人讨厌 大姐可不想当个讨厌的人 对了 我带了这个 给你压压惊 真是气死我了 姐 咱俩今天晚上等于是露勺装油 啥都没审出来啊 可我多狡猾 但是 他们一倒个高大侠了 就会倒霉的 那你刚才看见过啊 方若瑜死活不承认诬陷的 那往后这书戏里边怎么唱啊 怎么唱 就是她的尾巴不放 我就不信 就揪不出来 对 揪 行了 大姐 我天 可行咧 来 荷包蛋就养酒 这 大佩有点奇怪啊 是啊 我去给你做几个小菜 不 家里都有什么呀 大姐不用 那就不用了 这就挺好 挺好 快坐坐坐 那就委屈你了 你就将就将就啊 大姐 这咋能提得上委屈呢 挺好 挺好 来 小方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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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姐 你也看见了 你说这高大侠 太馋人了 就像个鬼魂似的跟着我 我都好让她给折磨疯了 小方啊 越是斗争形势严峻 咱们越是不能荒神 稍一有闪失 就让共产党抓了小辫子 再想翻身就难了 咳嗦了 咳嗦了 咋了姐 感冒了 你干什么呀你 你干什么呀你 你哪弄的这种制服啊 是不是偷的 没人看见吧 哎 哎哎哎 谁偷的谁偷的 我的 这又是你呢 为啥啊你上班了 哎呀 哎 你说 姐穿上这衣服 是不是像变了个人似的 啊 我告诉你啊 从今晚后 姐也是革命的人了 妈呀 你都是革命的人了 那可是天大的喜事啊 姐 咋回事啊 来来来来 你坐这儿 你给我几两条咋回事 慢点啊 哎呀 这还不是 托你姐夫的福 活着的时候吧 没沾他什么光 这死了以后呢 倒得了他的技了 你看看 我以前说啥来着 哎呀 姐 喝水 姐啊 以后老弟就全指着你了啊 你以前也没少靠着我呀 撤点 是 大翔呢 怎么没跟你一块儿回来 明天包包吧 他回店里边发面去了 姐 嗯 你现在可比他厉害呀 哎呀 这怎么说呢 在公安局吧 我在文秘室工作 人家都叫我留秘书 也算是个小官了 高大霞在文拱团饭店 那刷锅做饭的 这差得是有点远啊 是 姐 吃花点 挺回来事啊 那啥午 我就回你身边呗 别给高大霞再当上了小伙伴呗 那不行 我想啊 我这刚刚上班 不能翻自己主意 让人在背后搅舌头 再说 你们大霞也是老革命了 你跟着他呀 也能办个好前程啊 办啥好前程啊 你是不是知道 现在他是 爷爷不爱 奶奶不疼 倒门袋一个 怎么会呢 我这看他一天到晚的 劲儿劲儿的挺好的 哎呀 他就是瞎诈欧 骗别人骗自己 我跟你说啊 现在有人举报他 说他是假革命 说他在母滩江那会儿 等过汉奸 上面人正调查他呢 说谁成了汉奸我都信 说高大霞是假革命 我坚决反对 他为了革命 连命都可以不要 那这样的人能是假革命 这谁说的 你救命恩人 方若瑜 来大连这么久 还头一会儿放松 真好 谢谢你小方 谢谢你小方 这酒是你拿来的 谢我干什么呀 酒再好 也要看跟谁喝呀 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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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了